今天的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模样 他们想要用亲身的经历与感悟告诉世界答案 别有中国 别有中国 中国国在啊 又被捣成海贼 感觉好热 北上下着多了 感觉好帅 40多公斤去吧 很大 现在我们在南京步行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 夜自然是恰如其分 黄浦江边繁华入联 让这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 看下这个沙海的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哇在江河海精神很好 还有超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天的中国 科学技术大有所为大有作为 了解中国科学卫星领域的发展历史与科研成果 让他们在森林奇境中感受中国的航天梦 对中国科研成果 对中国风格也有成果 大家好,我叫高翔,是湖南西方大学的留学生 如果要了解中国,要先了解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就是了解这个中国的历史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它是怎么开始,是什么人 我们今天去了,非常收获了很多 以前我所理解的中国就是符号式的事物 比如说中国功夫,书法,服装等 但现在我渐渐地走进了中国 对它的理解更深刻,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 我想跟我所有朋友和家里人分享我今天学到的 地域辽阔的中国,郁郁着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 长阳乌镇,留学生们在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画卷中 走入独具魅力的江南水乡之梦 一百多位作者的七百余篇各种体财的文学作品 水波倒映,游客如枝 夜晚的乌镇,多了份喧嚣,也多了份风情 小哥哥,李大娘找你呢 知道了 越走中国,越走中国 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有特色 昨天的乌镇就代表江南江水 乌镇是休闲静谧的 它那边非常的环保 船,所有船都是人工的 水里面也是有生菜鱼 我在乌镇注意到 中国传统婚礼 就是很有仪式感 代表中国的礼节 2016年,杭州G20峰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踏上当年的会场 无处不在的中国风 重映着五年前这场世界的相逢 如是如幻的中国传统艺术与前沿科技在西湖碰撞 绽放出一个璀璨的夜晚 中国传统艺术与前沿科技在西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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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碰撞 尊重包,尊重包 这是一场别开生命的抢达赛 而与中国共产党 他们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更深切的感悟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于世界中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幸福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 在他的有力带领下 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创造的美 我们去了解这个共产党 是因为这个共产党就是中国 它是代表中国 它是代表中国的奋斗 一百年 如果学校有这样的活动 我请你们多参加 我请你们去了解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